精彩影片开始前 请您先订阅赛哥情报员频道 这是对我们最实际的支持 与制作影片的动力 爱你哟 再来请教叶先生 今年这个2023年南海夏季 在我们这个中区二关制的比赛 很早第二关就结束了 那为什么 可是第二关为什么在第二关结束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成功的来领取大奖 这其中的这个奥秘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之前有讲的 同队的歌词 他的入赏 入赏激励的问题 今年我在斗篮 斗篮这个歌会 斗篮这个歌会就是 去年我有一支 就是在夏大爷回来的一支 就是四年 他今年做出的两支歌词 就是他的孩子两支 两支孩子我把他插在一起 插在一起就是说 再找一支就是说我之前联系好几年都揮好的歌词 我就把他插在一起就是说三支组的都齐组 再来就是两支组的 我们歌会里面有一个这个叫Pessy 就是Pessy插组嘛 因为这个歌词都插在这个Pessy的 一千两千的嘛 所以都齐组嘛 所以说我们的农产品旁边 洪丹当然会领得相当多 同窝歌词 只要能同窝都过关了 这个歌词基本上一般的歌词都会插在一起 就是 同队入赏就对了 所以说这个几率会蛮高的 所以要拿的奖金也会蛮高的 就是这个原本 那像我们刚刚就提到的 就是靠着我们这个 2022年夏季在新斗门 资格赛第四关 蚕食事宇结束的这支 纪录歌783 这个同窝下带 都来这个插组这个 靠着这个高把握性来领取大奖 我斗篮会的时候 有做出他的牌子福一福二本 两只歌词 就是从出来我们插组 就是把它插在一起 所以说他拿了红盘奖金 就会蛮多的 所以同窝歌词能入赏的 这种概例 也能为我们创造相当多的 相当多的农产品 所以说我们这个歌友要是要 两鸽子也是这么建议的 最好是同队两只鸽子都能入赏的 因为你两只入赏的时候 你基本上是插在一起 这个很容易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大奖 在我们斗六的这个歌会 也是同样也是同样 就是同队两只都能回来 这个概例方面就是拿大奖的机会 就是增加的蛮多的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新夜歌词 为什么今年可以在中南部歌会 都大船入港 领取大奖的这个经验跟心得 提供给这个歌友做一个参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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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